看到警方的一份不反对通知书 但我是很希望在这里代表民阵 来对这份通知书作出一个回应 这份通知书里面大家有留意到 警方并没有批准这个东角度作为起点来的集会 相反它是以这个维园草坪作为不反对通知书批核的一个起点 那我必须要在这里和各位传媒朋友来到重申 民阵从头到尾都没有申请过维园中央草坪作为我们的集会地点 我再说一次我们是没有申请过 在整个的和警方交涉的过程里面 我们甚至向警方表明我们是不会用维园的中央草坪作为我们的集会地点 所以我们今天收到这份通知书之后 我们觉得是很离谱的 我在这么多年来我参与社会运动和组织游行的经验告诉我 是从来没有试过有一个主办团体向警方申请路线 可能大家会有意义 但是他不会来到去批一个他说明了不要的地方给他的 所以在今次的申请上我是对于警方的做法呢 我是觉得非常之失望 亦都在他们的申请里面呢 是更加再次突显了公安条例的不公 以及濫权 警方明显是在今次的批核不反对通知书上面呢 是将一个无关是整个申请的一个中央草坪 塞给市民用 塞给民阵用 我们呢是决定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回应就是说 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塞给地点 亦都所以民阵在这个阶段为止 我们都无意向康民署申请维园中央草坪 作为我们的集会的地点 但是呢我们都希望在这里和大家 来到去讲有几样我们接下来的跟进工作 第一 我们希望警方如果他可以回应 欢迎他回应 就是究竟我们如果不用 这个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会起点 假如我们要求市民 都是沿着我们不分对通知书里面 所讲的 由牵尼斯道到金钟道 沿路加入的时候 究竟这一点 他会不会都是容许给我们的呢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其实都是呼吁市民沿路加入的 第二 我们希望在考虑一样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若见新任的监警会的主席 梁定邦 我们希望透过和他会面来去反映 现在七一游行面对的问题 以往郭林广所做的一个处理方法 他就是遍庭 他只是来到去见警方 但是他从来觉得 走到天桥到去试测一下就当算了 我不认为他是真真正正的试测到 集会游行示威的真相 所以我希望新任的监警会主席 是可以和我们见面 第三 我们也在考虑究竟我们怎么样来到去 要求警方可以修正就修正 包括了看他们没有考虑 再作出任何调整 或者我们再申请 又或者我们透过游行上诉委员会 但我们都知道游行上诉委员会的成员 很多都未必是很支持游行示威的团体 我们对于能不能成功 我们是表示有点担心 但是我现在既然今天收到警方的不分对通知书 那我也都将最新的消息 讲给所有传媒行家知道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回应 多谢各位 我们暂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也都要视乎究竟 警方是否真的会回应 你只要走进去这个不分对通知书的路线 就没事了 你不在那里就可能有事了 这个要有待来清的 我留了回应一点就是 各位传媒朋友 我们在星期日6月18日 我们会有民阵的正式记者招待 我们会有更加详细的交代 我想问一下在草坪那里 主要的关系是像上年 昨天恐怕两派五亿人士可能会有冲突 另外就是如果在东角度出发 你认为是否影响到警方阻握你们的游行路线 会不会很大影响呢 游维园出发要过三关 第一关就是由草坪出一个网球场走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地方是泥地 而且只有两米左右 第二关就是走那个网球场的走廊 那里大约三到四米左右 亦是非常之合习 很多图人走过维园 都是出出入境过的 第三关就是庆委会入口 那个地方也是非常之合习 亦都会和排队进去上年庆委会的市民 是只有一蓝之甲 亦都很容易发生冲突 那我亦都在上年的经验 是大家看到 是会有时 示威者和进去的市民 有时会有口角的情况出现 是绝对不理想 我们亦都觉得这样经过一个去霸场 而且还要滥用一个社会福利的性质 的一个团体名义去霸场 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夸下之肉 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是极其之不合理 所以我们是拒绝使用 是 他们是有说过想我们用草坪 但是我们亦都在会面的时候 厌迟地拒绝了 他有说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会想我们用草坪 这份《不反对通知书》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理据 他们就会认为在东角度 集会的人数是大约三千 不足以容纳七一游行 开始集会的市民 但是我们是会对他们有个反驳 我们就说 一直以来我们的共识 都是那一块集会地点 去到八成半满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起行 如果是安排过往行之有效的 为什么你们又会觉得 我们用东角度去游行是不合理呢 如果我们说中央草坪要过三关 但是在东角度 只是由崇光百货 过去对面的马路 又为什么会比起中央草坪 是难了呢 这些我都是有质疑的 我们提出过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警方很多都不接纳 那我们包括了 我们甚至是有说到一件事 就是在维园的喷水池 和告示打到桥底 其实也是有很 宽阀的空间 而我们也都从警方那里了解到 根本那块地方 那个庆委会是没有用到的 那为什么那块地方 又不会让我们来到 做起始的地点呢 因为在那里一出去电车路 又是可以走回到天尼斯道的 所以今天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就是 我们觉得其实在东角度 来到集会是最好的 起点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现在是一个 我们不想进去维园草坪 但是我们唯有只能够呼吁 市民沿途加入的时候 那很多市民真的 唯有是透过不同的地点来加入 是的 那我可能到时候那些市民 参观了庆委会 再出来游行也不奇怪 是的 那我不是特意呼吁这件事 但是这样做 我只是说出是不奇怪的 那这个就是我的总结 好不好 有没有其他的提问 好 如果有问题的欢迎 再向我查询 多谢各位